主席你怎麼看現在這個事情除了各自被卸除外 就是甚至有名嘴在政府節目裡面還要求你乾脆把宣出去的公務明信官還要交代 這整個已經完全打歪了 我覺得這是模糊焦點 這些名嘴在發言的時候也要適可而止 我覺得在這件事情上這些名嘴有些講話都已經超過社會合理的正當的範圍 主席你確定要追各自料外洩的部分嗎 我們會追究 我們律師正在研究 蔡英文的言論自由跟一般人真的很不太一樣 一般人的言論自由至少是要合法 他的尺度比別人都嚴謹還要合理正常 這個是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言論自由的一個範圍 不過我剛剛看那一段過程我必須要說 我們媒體也充滿了天才 這個社會對蔡英文還有這麼多的疑問 一個問題都沒有問 然後先幫蔡英文打人 有這樣子的記者 這也是我 我所警見的記者 我不知道是哪一台的 我也沒有看那個麥 我不懂 就是難道沒有對蔡英文有追問問題的能力嗎 沒有 今天蔡英文說他錢捐給公益團體 然後這些公益團體以後他沒辦法再捐了 對不起 這是他自己提出來的 不是大家逼問出來的 所以你追問他其實這是一個合理的一個行為 那為什麼我們的媒體面對蔡英文 連追問這個問題的能力都沒有 難怪蔡英文可以一路 EFA的問題也不回答你 雙英變的問題也不回答你 他父親墳墓的事情 他說不回答就不回答 他所有的問題 他就是不回答就不回答 追問也沒有用問了以後 就說黨都要回答 我覺得如果有追問 那他表現出來的就是一副不負責任的樣子 那好歹也是一種監督的方式 有人可以有疑問的情況之下 你面對 我真的要講 你們碰到那種八卦緋聞的那一些隱形 你們都不會這麼客氣